各位同學,大家好 有幾個月沒和大家見面了 有沒有在家好過這樣溫習呢? 接下來這些片段我會教大家 英文、美術、話劇和舞蹈 大家只需要準備一本寶仔 和一枝鉛筆就已經足夠了 如果你們有朋友想一起學都可以 只要把影片的連結傳給女朋友就可以了 咦? 你是誰? 不認識你 各位同學,我們正式開始了 但由於這個視頻是沒有筆記的 所以大家必須準備一枝筆和一本寶 將一些生字或者應該要記下的東西寫下 甚至乎畫公仔畫上去都可以的 好,我們正式開始 Basic English Structure 基本英語結構 英文和中文的結構是很大分別的 以下我們會簡單和直接地告訴大家 究竟他們的分別在哪裡 首先第一件事呢 首先第一件事呢,我們要知道 原來一個句子的形成呢 是分了三個部分的喔 第一個部分呢是 一句是我們用文字寫出來的句子 例句 Examples I hit you 我打你 在这里 I 我 是做了主词 Hit 打 是动词 You 你 是受词 Object 好了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只是说一个 I 我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不知道我想做什么 我叫我 是不是我 我什么呢 有例如 Hit 打 打什么 谁打谁 如果我们不把主词 放进去 根本我们也不知道 你想说什么 所以 I hit 我打 如果没有了You Object 这个受词 大家也都会不明白 你想说什么 如果你拆开了 你会做三个部分 I Hit 和 You 独立成一个句子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对方是想说什么 但是将三个组成在一起的话 就很清楚了 I hit you 我打你 是不是大家会都会明白呢 你想说什么呢 好了 有例如 He loves her 男子 爱 女子 他爱他 做文章是 正如这个 I hit you 一样 有 He Subject 主词 Love 爱 动词 Her 他 一个受词 很清楚 简单 告诉大家 他 很喜欢他 如果这句说话里面 随便少了任何组成的部分 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 所以大家 在说话的时候 就一定要留心了 所有说话都必须要有一个 Subject Word 和Object 但是 并不代表 我们呢 所有的 言谈 都是 需要这三样东西的 而这个 是一个句子的结构 Subject Word 和Object 大家平时 如果是写 句子的时候呢 就记住要留心这三个元素的组成了